我们跟世界上国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 慈然盆地 猪肉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铜坐龙 铜坐龙是带有今代独有特征的 皇家御用的饰品 所以铜坐龙有些黑龙江阿城出土的这尊铜坐龙 高是19.6厘米 重是4.2斤 它叫鸡 蛇 龙 狮 麒麟 犬 等等 这些生物特征鱼一身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坐姿 在中国的传统龙的造型上 它是非常独特的 现在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藏这个铜坐龙 实际是孤品 铜坐龙在今代的时候仅用了三十多年 后来不用铜坐龙 所以时间短 数量少 接近半个多世纪 从来没有出国赌过第二名 所以它作为我们黑龙江省 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实至名归 这个铜坐龙的发现很有意思 公元1956年 金上京西侧有个培鸡腿 培鸡腿有个叫培山的村民 每年的秋季 村里人都要到附近挖菜窖 而且大多都选择了城江边 城江根 所以培山也就到城江根去挖菜窖 挖着挖着 突然就挖出一件铜质的铜质坐龙 他也没在意 把菜窖挖完了就拿家去了 割了六七年 他无意间就把这个铜坐龙 放在窗外的窗台上 这时候就自然有风啊 风有大有小 所以推过铜坐龙 就产生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就是非常恐怖 害怕 所以这个培山就感觉不行 我家不能再收这个东西了 于是就把它上交到县的文化科 也就是文管部门吧 这个铜坐龙就这样 找到了归宿 铜坐龙的出现 证明了白城 就是历史上的金上景 铜坐龙印证了是皇家御用的器物 所以说在我们黑龙江省 在阿城地区出现这个铜坐龙 应该是意义非凡 有对金王朝 对龙文化 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因为龙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形象和图腾 所以龙文化也是金王朝与中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